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三条重要新闻 首先是酒便利的实控人突然失联 董事长却依然高喊扩张 这让人不禁怀疑公司的未来走向 接下来2024中国算力大会圆满入幕 财联社和科创版日报深度参与 为创投项目提供了强大的媒体支持 最后而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减持潮 超过490家上市公司宣布减持 股东们似乎对市场前景感到不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报道酒便利的实际控制人 于真理失联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尽管公司在公告中声称经营一切正常 于真理的失联并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但外界对此表示怀疑 此外酒便利的控股股东河南侨华的股份 质押比例高达96% 26%也让公司未来的控股权变更风险增大 2024年上半年酒便利实现营业收入9.51亿元 但归属净利润却同比下降48.77% 显示出征收不征利的困境 在董事会内部频繁出现的反对票 更是揭示了公司管理厂的不稳定和决策的争议 在2024中国算力大会上财联社与科创版日报 携手为大会赋能 展示了国内算力产业的创新活力 此次大会设立了创投活力展示区 吸引了近50家优质创投项目参与 特别是项目入眼成为了活动的重头戏 众多初创企业积极展示自己的技术与应用 吸引了投资人的关注 陈华平等投资人对创业项目进行了深入点评 强调了算力基础设施和行业应用的重要性 并认为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而股市场上市公司股东减持现象依然显著 三季度共有490家企业宣布减持计划 其中最大一单涉及不超过4.56亿股的减持 这一趋势反映了股东在股价表现良好时 锁定利润的常见行为 尽管证监会出台了严格的减持新规 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脚步并没有减缓 数据显示浙江省在三季度的减持计划中 涉及48家上市企业减持股份数额最高的为杭州银行 达到不超过1.1亿股显示出 市场对上市公司股东减持的高度关注 与监管的必要性 网易金字火腿自1992年成立以来 曾以其火腿产品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近年来却因频繁跨界投资而遭遇困境 施盐君作为创始人 曾尝试涉足医疗、金融及新能源等多个领域 但大多数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甚至导致巨额损失 最近金字火腿应与中域资本的诉讼案而备受关注 尽管法院驳回了人告的诉讼请求 但公司仍面临盈利不确定性 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重视 金字火腿的传统入制品销售也受到影响 未来能否从正品牌仍然逞移 网易永辉超市在经历了持续亏损后决心进行转型 特别是在与胖东来合作后进行门店改造 尽管改造后初期销售表现良好 但仅过两个月部分胖东来特工商品便出现断货 反映出供应列的脆弱性 与此同时名创优品宣布收购永辉超市的股份 成为其新实控人 未来是否会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改造仍不明朗 胖东来在此过程中承诺继续支持永辉的调整 但实际供货情况却未如预期 在给永辉的转型之路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网易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 我国奶业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最初的牛奶产量近20万吨 到如今的4197万吨 成为全球第四大奶业生产国 科技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尤其是玉利集团通过建立研发平台 和创新中心推动了奶业现代化的进程 面对未来 奶业仍需解决技术瓶颈和环境挑战 伊利等企业正在积极探索绿色低碳转型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 奶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未来将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乳制品 网易报道指出 沙普艾斯自家老牌饮药水公司 在经历了2023年的高峰后 2024年却遭遇了业绩的重大滑坡 尽管2023年该股上涨了47% 但2024年却暴跌了53% 上半年公司营收为2.37亿元 同比下滑30.65%并首次出现亏损 威母净利润为负2471 69万元沙普艾斯的核心产品低眼液 曾在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但如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特别是来自新奇眼药的阿托品低眼液 虽然沙普艾斯正在研发新的产品 一期实现业绩反弹 但市场对其未来的信心却开始动摇 延安基金的业绩同样不容乐观 尤其是旗下的神爱钱管理的基金 其亏损幅度令人担忧 根据数据平安品质优选 混合基金自成立以来的收益率 竟然达到了负44% 20%、20%、22%上频繁换股 导致了高坏手率和交易成本的增加 基民们对其管理能力表示质疑 虽然平安基金在努力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 试图提升权益类基金的规模 但目前的业绩表现却让投资者感到失望 许多人甚至表示不再购买基金 在广州白云区 化妆品产业正在经历一场转型的浪潮 当地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整合 推动这一传统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和数字化发展 白云区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化妆品集散地 拥有1288家辞政生产企业 尽管面临研发能力不足和品牌弱势的问题 许多企业开始加大研发投入 探索新的代工模式 力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溢价能力 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建立自主品牌 白云的化妆品产业 正在努力摆脱出几代工的标签 向更高的产业连卖进 网易财经报道 老百姓公司在9月29日宣布 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已解除对 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谢子龙的留置措施 要自责公司管理层的正常运作等于恢复 谢子龙的解除留置 意味着他可以重新履行 作为法庭代表人及董事长的职责 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情况也已恢复正常 这一消息无疑为公司及其股东带来了信心 显示出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 同样来自网易的报道指出 近期而股市场出现了一波强劲的上涨行情 尤其是中信期货的空单加仓行为 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尽管周五的空单亏损超过66亿 但中信期货仍在继续增持空单 写出对市场走势的复杂判断 此外随着股市的飙升 140公司选择减持股份 令市场对股东的动机产生盈利 尽管如此 分析师们认为 这些空单和减持行为 对牛市的影响有限 市场资金仍在不断流入 未来的牛市预期依然强烈 在一周的市场回顾中 而股创下了10年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上证指数上涨12 百分之成值和创业板子的涨幅 也分别达到了17.83%和22% 单股市场同样表现量养电 恒生指数上涨13% 在多重利好因素的推动下 各大行业普遍实现了超过20%的涨幅 尤其是证券、消费和地产行业表现突出 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 以及对股票市场的支持措施 进一步激发了市场的活力 投资者的信心也随之提升 网易报道 二手车商在抖音平台上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 以一加一汽车的李二伟为例 他凭借幽默风趣的直播、风格和丰富的汽车知识 吸引了超过440万粉丝 人文豪招生的满子站在台前 并实现了每月20名台的稳定销量 然而许多二手车商在转型过程中却遭遇困境 缺乏专业团队和明确的内容策略 使得他们的线上尝试难以成功 李二伟强调 人设和内容营销是成功的关键 但并非所有商家都能顺利适应这一转型 在有家汽车的案例中 直播成为了新的货客渠道 销售人员通过直播介绍车辆 积极回答观众问题 尽管观众人数不多 但成交率逐渐上升 董事长刘明明确指出 直播能提供更透明的交易方式 增强客户信任 成为获取客户的重要手段 同时王小飞的成功故事展示了 如何通过为客户寻找合适的车辆 来建立个人品牌 尽管二手车市场竞争激烈 但他的策略使得每月成交量稳步增长 另一方面 二手车市场的线下经营却面临严峻挑战 花香二手车市场的车商们 普遍感受到客流量下降 库存周转缓慢 利润空间被压缩 车商们不得不调整策略 降低价格以应对竞争 而新车市场的价格战 也影响了二手车的定价 车商们在选车时更加紧顺 尽量避免经常降价的品牌 同时政策变化也让车商们 提高了敏感度 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整体来看 二手车商们在拥抱新媒体 和市场变化的同时 去不断调整经营策略 以应对多重挑战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收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ug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Albania For the birds in both bod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